一對夫妻到台東旅遊 途中屢遭陌生電話騷擾她心有不安 因此就近到泰馬里分處所向遠景來詢問 經過遠景的熱心解釋 這個騷擾電話是典型的詐騙手法 也成功的攔阻新台幣9萬元的損失 已經有去ATM操作了嗎 還沒有操作 我就是怕周掉 好 那我先跟你說 他就是詐騙 沒有錯 有民眾在網路購買商品後 接獲自稱該商城客服人員來電告知 該筆款向誤弄為12期分期付款 需照指示到ATM解除扣款 而民眾當下覺得可疑 立即到警局求證才沒有上當 日前一對夫婦到台東旅遊 途中接獲詐騙手法的電話 那以聽從指示的體力 現差的方式包包裝準備交付給詐騙手法 那所信啊 今本所同仁的協助以及查證 證實確實是他詐騙警察的手法 他成功的攔除了被騙人 那他說什麼ATM操作取消 那些都是騙人的 對 那你現在就是確定都還沒有去做什麼 解除啦ATM操作啦 購買點數什麼都沒有嗎 好 那他如果再打電話來 他已經在指揮你之後 你去ATM操作 我還給我 道分局提醒民眾 若遇到這樣的可疑電話 提及監管帳戶 ATM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等字眼 一定要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處理 GHM如泰馬李箱報導 對